那個跟我們來講國宴 你幫哪幾個總統做過料理 李登輝 李登輝 那個陳水扁 陳水扁最多 陳水扁 他在任的時候 我 對 可是這裡面應該是有區別對不對 就比如說裕廚跟國宴 這兩個是有區別 因為還是要做給國宴 國宴應該是招待外賓的時候 真的國宴 他有規矩的 我們的國宴後來做到沒有規矩 為什麼 他把小吃什麼都納入 就那個規矩就不對了 國宴要有一定的 比如說什麼場合用什麼菜 這是確定的 你不能有皮 不能有刺 你不能給人家吃葡萄兔子 像你剛剛講的玉米有沒有 不能啃玉米 整顆拿起來啃 你不能有吐東西的 不能有會哽到喉嚨的 你裡面不能有骨頭 有骨頭的話 你一定要把它去掉 要去掉 你不能讓它吐出來 還有那個盤子 不是說你隨便小吃的圖丸也出來 當然你可以找很道地的台式的這種 當然可以 但是你國宴還有國宴的規矩 這有個標準嘛 這個標準還是要遵守 這個是專業主廚的觀點 可是像我們這種一般市井小民 就覺得好棒 什麼東西都可以拿到國宴上 然後肉丸也可以 你知道魚丸湯也可以 我記得那一年我去圓山飯店 採訪陳水扁的國宴 他那個時候就有要求 就是圓山飯店的主廚 都要把它小吃入在裡面 這個我印象實在太深刻了 他們那時候要煮一個 絲目魚丸湯 他們希望旁邊配的菜是地瓜葉 我那時候就百思不得其解 我說為什麼一定要地瓜葉呢 成菜不是更好嗎 不是啦 廚師的意思是說 因為它這個菜裡面 要有很多象徵台灣價值的東西 可是大家知道地瓜葉會反黑 而且地瓜葉並不合適 因為大家可以知道 在熱湯裡面放的最多的菜 有可能就是青江菜對不對 它硬挺 它的顏色也不會變黑 也不會走掉 所以我記得我那年在採訪的時候 豆苗 豆苗都不夠台灣啊 很主要啊 你知道它那個形狀 所以我這個印象就好深 廚師為了要讓地瓜葉 能夠在熱湯裡面硬挺起來 而且不變色 花了好多功夫 就一定要拿出來是這個樣子 它不能燙太熟啊 燙太熟就一放久就黑了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聊 寶師傅幫總統做過的 到底做過了什麼料理 然後偷偷帶大家走進總統府裡面 可是這應該是20年前的總統府 對不對 總統府已經改變設備了 我都退休16年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 老師傅有跟我講說 他去總統府做料理的時候 是在走廊上做菜 我那時候聽了我也很吃緊 沒有在走廊 他有廚房 有廚房喔 當然有廚房 然後呢 他的廚房是 他不准你用他的瓦斯 因為他有那個我們專業大爐子 但是他外面有那個瓦斯桶 但是他不准我們用他的 我們要自己帶瓦斯 再接到他那個街頭 為什麼 一樣是那種古風爐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 他不准 我們今天講這集 不知道等一下會被人家滅口 我們已經講到總統府裡面了 不會啦 那還有什麼呢 我都覺得好刺激 他都不肯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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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